日本基因社于2024年3月8日 发布了一则复告 鸟山明于2024年3月1日 因急性硬磨下续种去世 享年68岁 鸟山明我就不用多说了吧 他的作品《龙珠》 陪伴了全世界无数8090后的童年 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欢乐和谈动 在这里 民胆深调悲痛 鸟山明老师一路走好 我们都知道 《龙珠》里的主角孙悟空 是借鉴了中国四大名著 《西游记》里面的角色 像是金斗云 金箍棒都完整地复刻进了《龙珠》里 那么孙悟空真的起源于《西游记》 纯粹是无成能想象出来的角色吗 经过我一番查询 却并非如此 孙悟空的原型 可能与印度的印度教中的 神奇猴神哈努曼有关联 我们知道印度是一个宗教大国 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不计其数 教大的几个主要包括印度教 伊斯兰教 基督教 西克教 以及佛教等 虽然佛教起源于印度 但在印度的影响力 相对其他几个大教 还有些不足 而印度教为什么能成为印度最大的宗教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印度社会的基石之一 种姓制度了 而它正式脱胎于印度教 种姓制度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印度的费陀时代 印度教正是在这个阶段形成的 同时 种姓制度也在这一时期都已确立 印度教的经典文献 如废陀 离居废陀等 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种姓结构 并且对种姓制度进行了论述和强化 在印度教的教义和经典中 种姓制度被认为是由神创造并赋予的 各个种姓被赋予了特定的社会责任和地位 比如 婆罗们被认为是从神的头部诞生的 他们被赋予了精神和宗教职责 沙迪利则被认为是从神的手臂诞生的 他们负责保护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 费射则被认为是从神的大腿诞生的 他们从事商业和农业等经济活动 而守陀罗被认为是从神的脚部诞生的 他们被认为是服务种姓制度中 其他种姓的人 当然 也有人说是 古代印度社会对劳动分工和社会组织的需求 据信 最初这一制度 是基于人们的职业和社会责任而产生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统治阶级为了使它变得更为严格和固定 就创建了印度教 让人们相信这是神分配给每个人的职责 说白了 也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天赋皇权 当然 这种社会制度 在基于人人平等的现代主流世界 可谓是饱受诟病 但这种已经根据于骨髓的思想 想要改变 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何况还是在印度的人口如此之多的情况下 那么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印度教中几位重要的神奇 印度教有三大主神 梵天创世主 皮顺物维护者 师婆毁灭者 师婆是毁灭之王 先去破坏与再生 他的形象矛盾神秘 威严而温柔 残暴而仁慈 黄眼而沉浸 师婆首识一把名为特利苏拉的三叉戟 欲三间之意 这是一把无上神器 既能摧毁邪恶无知 又能创造生命宇宙 他或盘腿冥想 或舞动于火焰之中 彰显他的荣耀智慧 脖子上缠绕着一条极毒的眼镜蛇 显示出他复杂的性格 虽然救人于水火 同时也陷入于死地 为拯救世界 师婆吞下了毒海之毒 牺牲自己 战胜了死亡 又被称为狼猴神 师婆的额头上 还有一只第三只眼 明破坏之眼 她发出的灼热之火 能焚烧万物 化身楼头螺石 可怕而凶猛 她的怒火 能毁灭宇宙 创新智慧 师婆虽是毁灭之神 去与重生密切 参与创世 横河流进印度大部地区 而这条河归功于师婆 当初 横河女神自天而降 师婆为了不让汹涌的河水 给大地带来灾难 就用头发接住了横河女神 于是 河水顺着师婆的头发 缓慢地流到了大地上 师婆又把头发梳成麻花辫 横河就分成了七股之流 游向印度各地 滋哑着万物 所以 在印度教中 也称师婆为横河承载者 每年五月末或六月初的 印度教节日 Karen Nazari 就是为了庆祝横河的降落 而印度教的信徒 则认为 流经师婆头发的河水 显然拥有了 净化污秽的能力 于是 才有了我们见到的 不可思议的场景 虽然横河如今污染严重 但也阻挡不了信徒们 想要净化自身的灵魂 沐浴时 洗脱的不仅是当前的罪孽 也是一生的罪孽 从而赐人平安幸福 虽然 在外人看起来 如此于不可及的行为 这些嘲笑的人 在我看来 只不过是 无智者的自我嘲笑而已 此外 他还是舞蹈之神 在欢乐和悲伤时 喜欢跳舞 创造钢 柔两种舞蹈 被誉为舞王 而师婆的舞蹈 也称宇宙之舞 舞姿赤如火 黄如风 灵如水 震如雷 象征宇宙的创毁循环 轮回过程 所以他又是瑜伽之神 一名伟大瑜伽士 师婆重念于喜马拉雅的 吉沃苏山峰苦修 又用瑜伽修炼身心 最后心生合一 融入整个宇宙之中 他的妻子雪山神女 又称忠诚母亲 象征着生育的力量 雪山神女时常化身为 加利和图家 与丈夫同行 是毁灭的神灵 生命的收割者 他美丽恐怖 跟丈夫师婆同样是一个极其矛盾的神灵 师婆是印度教主神之一 印度有以师婆为至高无上神的师婆教 它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现代的印度教 在印度 斯里兰卡 尼泊尔皆有众多信徒 神庙祭祀 艺术文化等都有所体现 而且印度的舞蹈 音乐 雕塑 绘画 诗歌 故事 接受师婆启发的影响 从这可以看出来 师婆是一位极复杂的神奇 无数的印度神话故事 都与她有关 后来还被吸入了佛教 成为大成佛教中的圣者 有佛经称其为大字在天 后来又成为密宗护法 被称为大飞天 梵天是印度教三项神中的创造神 掌管的时间 她的一天等于人间4320一年 一息就等于人间的一万年 她的伴侣是妙音天女 音乐 艺术和学问的女神 美丽而智慧 对梵天忠心不二 同时梵天拥有无与伦比的创造之力 她四手四臂 手持相争的时间 知识 宇宙能量 和自然的宝物 她的坐骑是一只神圣的孔雀 梵天经常骑着她穿越宇宙 维护着世界的秩序 神话中 原本她是有五颗头的 但由于她口出狂言说 自己是宇宙的创造者 而激怒了师婆 于是师婆就用毁灭之眼 烧掉了梵天头顶的那颗 而梵天的诞生有很多传说 有说她没有母亲 就凭空诞生在这个世界上的 有说她是诞生于皮士奴布其中的莲花之中 厚与师婆 皮士奴共同创造了宇宙 又有神话故事说 她是从一颗金碗中出来的 还有说她其实是原质和摩耶的儿子 不仅如此 梵天还拥有无穷的智慧 将废陀经典传授给印度地区的人类 是知识和文明的源泉 所以又被视为法的创造者 古印度相信梵文字母 就是由梵天创造的 梵天虽然是创世神 不过奇怪的是 在印度教中 却不像皮士奴和师婆那样 拥有众多信徒 供奉她的寺庙 更是寥寥无几 与其他两位向神相比 可以说是惨不忍睹 或许是因为她的形象 过于威严 让人难以亲近的缘故 也有说是受到了 其他两胎的打压 才受到了冷落 供奉饭间最大的寺庙 位于普斯赫卡尔 传说她曾在此击败恶魔 莲花花瓣撒落 形成了圣湖普须卡湖 每到卡提卡扑尼玛期间 也被称为月圆之夜 在十月至十一月之间 圣湖变为神圣之地 这个地区的信徒 就会蜂拥至普须卡湖 进行沐浴 获罪赦免 梵天原计划 与妻子妙因天女 再次进行祭祀 但妙因天女迟到了 梵天遂取了加亚特里为妻 并进行祭祀 妙因天女怒而诅咒梵天 使其仅在普斯赫卡尔受崇拜 导致其地位下降 黑天崇拜的兴起 尽管地位下降 梵天仍是创造和真知之神 受教师 学生和科学家等 追求知识者尊敬 在梵天神的帮助下 人们可以获得真正的智慧 后来梵天也被佛教 吸纳为护法之一 在上座部佛教圣行的东南亚 尤其是在泰国 拥有非常多的崇拜者 据说他拥有使人 获得富贵吉祥的能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